眼前一片汪洋 防止浸泡在积水中 原本的道路都已经变成河流 这里是美国密苏里州 当地连日豪雨导致多个地方暴雨成灾 市区全都汪洋一片 部分地区的积水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 有民众连人带车被冲走不幸丧命 由于情况恶化 当地州政府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除了密苏里州之外 阿肯瑟以及俄克拉荷马州等美国中南部地区 也因为相继传出有人被洪水冲走 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等灾情 纷纷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气象预报显示 多个地方未来几天仍有可能会继续下雨 因此许多居民都赶紧动员起来堆积沙包 防堵洪水入侵 而在德克萨斯州 龙卷风过境之后现场满目疮痍 不仅大树被连根拔起 空拍画面更几乎看不到完好的房子 可见龙卷风威力十足 根据统计 德州达拉斯这个小镇受灾最严重 遭受三股龙卷风吹袭 至少五千栋建筑物被毁 五个人丢命 NTV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